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介绍儒家思想家荀子的思想 那今天我们继续介绍荀子的第十五篇《义兵》 上一期内容我们介绍了荀子论述用兵之道 赵孝成王和领武军听了之后觉得很好 然后继续请教荀子 兵法中将领的准则 荀子说,自莫大乎弃矣,行莫大乎无过,四莫大乎无悔 将领最高的智慧莫过于放弃有疑虑的打算 最重要的行为莫过于不会出错 最重要的是不做任何可能会后悔的事情 这三个准则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实际上它充满了智慧 简单的说,荀子提出了降领行为的三个准则 道德性、正当性和合理性 首先,为什么要放弃有疑虑的打算 不做可能会后悔的事情呢? 是因为你做的事情一定是完全符合道义 符合道德,也符合正义的 那这样的事情你做了之后才没有疑虑,也不会后悔 也就是说你的行为要满足道德和正义两个原则 同时你做的事情还不会出错 表示你做的事情的方式是正确的,是合理的 所以其实这里荀子提出了一个人做事的三个非常重要的准则 道德性、正当性和合理性 这三个准则实际上是对一个人行为的自高的标准 既符合个人道德,又符合社会正义,又符合理性 然后荀子还补充了一句 他说,事自无悔而上也,成不可避也 如果你把事情做到了无悔的地步 成功都不是必须的 读到这里,你不得不感叹荀子的智慧 然后荀子具体还阐述了降领用兵的策略 荀子总结为六数、五权、还有三字 也是相当精彩的 首先六种战术分别是 第一是制度、号召、政策、命令要严肃而有威势 第二是奖赏惩罚要坚决施行而有信用 第三是军队驻扎的营垒 收藏物资的军库要周密而牢固 第四个是军队的转移、发动、进攻、撤退 既要安全而稳重,又要紧张而迅速 第五个是侦探敌情、观察变化 既要隐秘而深入,又要多方比较而多次检验 第六个是碰到敌人所用的战略战术 必须要建立在自己已经清晰的情形上来决定 不要根据自己还感到疑虑的情形来决定 以上就是六种战术的准则 其次五种权术 这里的权术是权衡利弊的意思 它们分别是不要热衷于当将军而又害怕被罢免 不要热衷于求胜而忘记了可能会失败 不要认为自己有威力而侵蚀敌人 不要看到了有利的一面而不顾有害的一面 但凡考虑这事情都要深思熟虑 而使用财务奖赏的时候一定要慷慨大方 这就是六种权术 最后三字就是将领的三项至高的原则 第一个是宁愿自己被杀掉 也不要把军队住在防守不坚固的地方 第二个是宁愿被杀掉 也不让自己的军队去进攻 无法注定战胜的军队 先胜而后战 这跟孙子兵法是一致的 第三个是宁愿被杀掉 也不让自己的军队去欺负民众 这是仁义之兵的原则 以上是荀子提出的六数五权还有三字 是将领用兵的原则 荀子还提出了很多具体的用兵措施 内容也非常的精彩 这里就不展开了 在孙子兵法里面 孙武也提出了很多战略用兵的原则 比如在第一篇纪片里面 孙武就提出了五四七纪 作为孙子兵法的总的指导原则 很多内容和荀子的兵法思想是一致的 然后陈骁问荀子 先生谈论用兵 经常把仁义作为关键 仁者爱人 义者遵守道义 那既然如此 为什么还要用兵呢 用兵的原因不是为了争夺吗 这里荀子又进行了精彩的回复 荀子首先说 并不是你说了那样 仁者爱人正是因为爱人 所以我们正恨恶人去害人 义就是遵守道义 正是因为遵守道义 所以就正恨恶人去祸乱他人 所以荀子说 用兵的目的不是争夺 而是禁止恶行 消除危害 在战争的目的上 荀子和孙武的思想是一致的 战争不是目的 战争是为了消除罪恶 所以孙武才提出了类似于 事故百战百胜 非善之善责业 不善而去人之兵 善之善责业的思想 发动战争不是目的 进行掠夺也不应该成为发动战争的目的 最后 李斯请教荀子说 李斯是荀子的学生 李斯后来成为秦国的第一项 辅佐嬴政一统天下 李斯问荀子说 他说秦国四代都有胜利成就 四海之内兵力最强 权威扩大到了各诸侯国 但是秦国并不是根据仁义 来进行战争的 只是根据实用的准则 来发动战争的 那这个怎么解释呢 这个时候 李斯可能还没有成为秦国的丞相 荀子说 道理不是这样的 你所说的实用 跟我所说的实用是不一样的 君主实行仁义 百姓就会亲近和爱戴自己的君主 就会不在乎为国牺牲 所以我说 关于军队的事 将帅都是次要的 荀子说 秦国虽然连续四代节节胜利 但是经常提心吊胆 害怕天下各国团结起来报复自己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衰乱时代的军队 从桑汤流放夏节 周武王诛杀桑咒王 正是因为他们拥有了仁义之病 荀子告诫李斯说 你还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 只是在细致末节上看问题 这就是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 前面我们讲了 秦国让民众失去了谋生的手段 只剩下当兵打仗这一条路 这种方式 注定是不会长久得民心的 一旦民众有机会 想尽办法会反抗 甚至报复 果然 秦国统一天下十多年之后 乘胜无广就结干而起 秦国也就很快灭亡了 荀子说 上功利之兵 则胜不胜无常 看中权谋诡诈 崇尚功利的军队 胜户无常 时而强盛 时而衰落 时而存在 时而灭亡 秦子说 之前桑咒王把笔干 剖腹挖心 囚禁了机子 还实行了 炮落的酷刑 随意杀戮 臣子都战战兢兢 不知道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性命 不过周朝的军队一到 桑咒王的命令就不能推行了 也不能驱使民众了 这难道是由于法令不严酷 刑法不够繁多吗 这是由于他统治国家的方法 不是理之道的原因 最后荀子说 理才是治理国家最高的原则 是国家稳固的关键 是国家强盛的方法 是建立公民的纲要 天下诸侯尊重他 就能够统一天下 不尊重他 就会毁灭了国家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 我这里给大家准备了 100本精品书单 和100位哲学家的思维导徒 私信我 免费送给你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